我最近心血来潮把指甲流成了那种九阴白鼓掌的长指甲 所以现在什么都干不了 手机也划不开了 然后打字也没法打 揉眼睛的时候我把眼珠子都快戳瞎了 所以如果妹子们有流长指甲有经验的话 给我传授一下 我真的已经快受不了了 Hello大家好 我是Linda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最近呢我知道真的是非常久没有给大家做视频了 也跟大家说声抱歉 我最近呢一个是非常忙 而且好像对做视频提不起什么兴趣 所以就比较泛滥 不过呢我们今天又重归 希望能够重归正常吧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做一个购物分享的视频 因为最近呢 奥特的斯特兰都在做活动 所以呢就在他们的网站上买了一些东西 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视频开始之前呢 我想先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如果大家要到这些网站上买东西呢 最好用一个凡币网 我之前有给大家提过就是gocashfrag.com 斯福兰呢我知道是现在是4% 所以呢还是不错的折扣 再加上他们现在有那个全场85折的一个折扣 不过可能这个视频上传之后呢 就已经过了那个期限了 所以很抱歉 其实我是想一开始就给大家做视频 但是一直都没有来得及 不过这个视频呢 没有任何赞助啊什么的 他们也没有让我说这个话 我只是想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网购的时候呢都要用这个法力网 这样可以省很多钱 那我们就先从斯福兰开始开 这些东西呢其实前两天就到了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开爆 就等着做视频的时候 给大家现场开一下爆 所以呢 现在就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产品呢其实是网友们推荐给我的 因为我最近在筹备一个视频 就是把一些网友推荐的东西呢 做一个合集 那我现在正在慢慢的收集 因为有很多呢都在美国本土呢买不到 都是要去国外的网站去买 所以这个收集的过程呢可能比较缓慢 但是如果我把这些东西都收集好呢 我会给大家出一个合集 也请大家期待一下 如果大家想看 就是网友给我推荐的什么东西呢 我把它都放在我的那个 Shop Tiger的一个心愿单上 如果可以链链接的话 我今天把那个链接链在下面 大家可以去我那个心愿单上看一下 网友们给我推荐的什么东西 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个Huda Beauty的这个 Desert Dusk Palette 它是一个眼影盘 这个盘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它包装的每一次都是 有一个它的眼睛在这边 因为它是做假金毛起家的 那很多人呢在网上 那个它的假金毛呢都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它其实是一个YouTube上 一位美妆博主 然后自己呢自创了自己的品牌 其实我一看到美妆博主出自己的品牌 或者是一些合作的产品呢 我都不由自主的想去支持 那这个盘呢其实是我自己比较心仪的 它里面打开呢是这个样子的 它的颜色呢有某一些跟那个Urban Decay 那个Naked Heat有一点点虫 就是像这些比较橙色的这些颜色 但它里面呢也有很多 就是紫色的呀 然后还有这些就是带亮片的 这个带亮片的这个呢 据说不是特别的好 就是颗粒感非常重 那我先不试色音 我想等正式做那个视频的时候再给它 大家做一个试色做一个第一印象什么的 所以这个我就暂时不试色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就是有买这个盘 那这一次斯福兰呢 网友推荐的我只买了这一样东西 因为其他的东西呢都是在别的网站上购入的 其实我还想买一个 有人给我推荐那个 NARS的那个高光盘 但是它是一个限量版的 然后我要买它的时候已经卖完了 所以呢 没办法就只买了这一样东西 下面一样东西呢 其实我这些都不忘了买的什么东西了 哦 这里有一个 应该是折扣在 哦不是 一百点换的 是那个Drybar的那个 Southern Bell Volume Boosting Root Lifter 它是一个就是给你头发增加蓬松感 增加厚度的一个产品 我其实是我的头发呢 经常就是尤其是头顶这个地方会很塌 所以呢 我就是想看看这个东西 哦 它是要用在尸头发上 所以现在就不给大家示范了 如果这个用的好 那我可能会考虑去买那症状 如果用的好 那我再跟大家分享吧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科研室的这个 Termatologist Solutions Powerful Strength Line Reducing Concentrate 其实呢 就是大家一直看我给大家安利那个 他们家那个Vitamin C的眼霜啊 这个是他们家那个Vitamin C的精华 那大家之前呢有看过 我给大家说一下那个 The Ordinary的那个Vitamin C的那个精华 然后我那个用的还不错 但是那个呢 真的特别的刺痛 而且呢 它是那种粉状的 就是很 在脸上很不好晕开 所以呢 那个使用感呢 不是说 打满分的那种使用感 但是效果还是不错的 那个很便宜 所以呢 我也很推荐大家去用 那这个呢 就是因为我用了他们家那个眼霜 真的是非常的好 那个抗皱效果啊 简直是没话说 所以呢 我一直有给大家安利那一个产品 那这个呢 是他们家 其实是一样 应该是同一个系列的 但是是精华 所以呢 我就想试一下 他们家的这个Vitamin C的精华 它是里面有12.5%的Vitamin C 所以呢 没有那个The Ordinary 那个强力 但是呢 我就是想看一下 他们家的这个 跟那个有什么区别 所以如果用的好呢 我也会跟大家汇报 下面一样产品呢 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 那个科研式的Vitamin C眼霜 这个是我一直在视频里面 不知道剃过多少次了 而且这个是不停回购的 我已经 我觉得可能用了有10体了吧 就是反正一段货我就去买 因为现在我用的那个 我觉得可能已经快段货了吧 所以我又马上又囤了一瓶 因为这种东西 我觉得比较贵的东西 在它全场打折的时候 是非常适合买的 所以我就囤了一瓶 这个就不用跟大家多介绍 这个非常有效果 就是这个 让你的眼角啊 鱼尾纹全部不见 我现在41岁的年龄 如果搬得很近 看我的眼睛周围呢 完全没有鱼尾纹 所以我觉得都是它的功劳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眼霜 下面一个呢 是我见过很多人说的 所以就非常的种草 它是蓝芝的一个唇膜 就是你晚上的时候 把它涂在嘴唇上 据说第二天早晨起来 你这个嘴唇呢 就完全没有那种干皮啊什么的 非常的好用 所以我一直都非常种草 所以这一次呢 趁打折的时候也 囤了一瓶 它味道呢 是一个一种糖果味甜甜的 就是那种甜甜的水果的那种味道 草莓吧 我觉得应该是 然后呢 它给你带了一个小的这种刷子 就是可以把这个东西掏出来 其实我一开始呢 我觉得这种东西比较鸡肋 后来有朋友提醒我呢 说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你就不用把手指 就是抠进去 然后去把那产品抠出来 我觉得这个还是 但是这个点我现在有get到 因为确实是很讨厌 因为指甲里面有的时候都是产品 那这个 它真的是很润啊 一个润唇膏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是非常的期待去试一下这个产品 到时候用的好了 我也会给大家分享我的感想 下面两个产品呢 都是唇类的产品 第一个呢 是这个NARS Velvet Pencil 这个我之前有给大家推荐过 他们家的另外一款叫Curula的那个颜色 是一个暗红色的吧 非常红的一个颜色 那这个呢 就比较的日常 我觉得就是那种 比较暗的那种裸粉色 它的名字叫Do Me Baby 每一次给大家介绍NARS的产品啊 我都很怕去说它的名字 因为它们的名字真的是特别的 那种比较露骨的那种名字 但是呢 它就是一个 比较裸的裸粉色这样子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 我还是蛮期待去试一下它 因为它们家的这个配方 我非常喜欢 所以呢 就专门挑了一个 稍微日常一点的颜色吧 另外一个呢 是我有一次看孙七七的视频 是被它种的草 是这个Smashbox的 Always On Liquid Lipstick 是一个唇釉 它这个也是一个雾面的产品 这个是一个脏橘色 叫Out Loud这个颜色 那这个色号呢 我当时看它的视频呢 就是它我觉得 不是属于那种特别白的女生 但是呢 它那一次 就嘴上涂的那个颜色 我觉得好高贵啊 立刻非常的显气质 而且非常的显脸白 所以呢 我就特别的种草 但是呢 一直都忘记去收这一个 所以这一次呢 正好是碰上打折 我就收了一个 是这个颜色 它其实就是一个脏橘色 但是特别特别的显气色 所以我真的也是很期待 去试一下这个颜色 因为已经是长草很久的 下面这一些呢 就是Alta的了 OK 我有收一个面膜 这个是利德兹的 它是两片妆的面膜 叫What Happened Last Night 是一个就是保湿 然后能给你就是换彩的那种面膜吧 就是让你感觉到你的皮肤呢 就是有那种容光焕发的感觉 所以我还没有试过 如果试得好 我也会给大家去分享 对利德兹的面膜呢 我是被一个朋友种的草 因为有一次我们俩去旅行呢 我们住一个酒店嘛 然后他就晚上的时候给了我一片 我一敷那个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 它那个纸啊特别的薄 然后呢特别的服贴 然后在脸上的那个感觉也特别的舒服 所以我就记住这个牌子了 所以上次也是Alta在做活动的时候 我就买了一个 这个是两片妆的 所以可以试一下 这个应该是一个赠品吧 我应该没有专门去买它 这个是Pure Cosmetics的 Triple Treat Mascara 是一个睫毛膏就是这个样子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这个应该是赠品我觉得 所以如果用的好了 我也会跟大家分享 下面这个呢 是其实我自己也是种好了很久 就是这个Buxom的这个Full On Lip Cream 是他们家的这个唇彩 我曾经有跟大家说过 他们家的这个唇彩 是我最喜欢的唇彩的配方 没有之一 然后我之前呢 他们家的这个唇彩呢 全部都是那种比较深的颜色 其实唇彩呢 还是比较适合裸色的 所以呢我这次就收了一个 他们家非常经典的一个 裸色的一个颜色 叫White Russian 是Cathleen Lights经常都安利的是一个 她非常喜欢的一个裸色的一个颜色 在这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颜色了 它就是一个很粉嫩的一个颜色 我觉得就是更 不管是你自己单个图啊 或者是把它搭在一些其他的 唇类的产品上面 把它做一个lip topper都是很好的 然后他们家这个配方呢 就是特别的闪 然后但是饱和度也很高 就是如果它的这个唇彩是有一些颜色的 你还是能够看见它的颜色的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上嘴的那个感觉非常好 它有一种那种凉凉的 就是也不算是薄荷吧 但是就非常舒服的那种 尤其是在冬天啊 或者是你嘴唇非常干 非常不好的时候 状况非常不好的时候 涂上这个你就觉得会非常的舒服 然后呢它也有一些颜色 因为这个配方是我非常喜欢的 最后一个呢是 其实完全就是路过 然后看到的 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 是一个 Pure Cosmetics一个 算是刷子吧 但是它不是刷子 是一个套装 它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那种 有点像 梳子一样的那种形状的 那种工具 之前呢大家可能已经比较熟悉了 就是类似于Artiste那种刷子 都是这个形状的 就是看上去跟这个有点像 但是呢它其实是 这个上面呢 它是那种硅胶的那种东西 然后非常非常的软 然后上面呢还有一些纹路 就像你的指纹一样 据说呢它可以让你 涂你这个彩妆产品的时候呢 就像你用手指涂一样 就是好像能够模仿 你的这个手指的这种感觉 所以呢就是能够让你的 上妆呢上得非常均匀 而且不容易浪费产品 如果是美妆蛋啊 或者是像刷子之类的 它多多小孩会吃一些产品嘛 这个就完全不会 所以我对它也棒 大家希望我看着网评 那个评论非常的好 所以呢就是想去试一下 然后它是一个套装 是四个 有不同的size 所以你可以把它用来 打高光啊 或者是打这个粉底啊 或者是膏状的这种 三红啊什么的都可以 所以这个我也会去试一下 那最后一个产品呢 其实我在上个视频里面 已经说过了 就是我三月份的这个 爱用分享里面已经提过 就是这个A Cosmetics 这个防晒霜 它是稍微有一点点颜色的 那个防晒霜 因为我没有专门跟大家提过 所以就在这里再跟大家提一下 因为也是不久之前才购入的 因为我呢是三月底的生日嘛 所以为了那个礼物 所以单独去买的它 然后它呢就是有一点点的颜色 然后它的颜色呢还 就是遮瑕力呢还不错 就是虽然不是那种BD霜啊 或者是粉底那种遮瑕力 但是呢能够给你起到一个均匀肤色的作用 而且它是SPF50加的 然后是UBA UVB的一个防晒 同时呢它也是物理防晒 那物理防晒呢不容易阻塞毛孔 所以如果你是那种 经常会长痘痘啊 就是防晒会让你的皮肤有刺激性 然后刺激到你会长痘痘的那种 你可以试一下这种物理防晒 然后呢它就是那种 有一点点的遮瑕 可以让你的肤色很均匀的那种 所以如果你不想化妆 不想涂粉底啊什么的 你就可以涂一个这个就可以出门了 我经常就是完全不化妆的时候 我就涂一个这个就出门了 然后上次我出那个视频以后 大家有人也给我留言说 他们也买的这个也非常的喜欢 现在已经变成他们 就是这个化妆品里面的一部分了 所以我也很开心 然后它的质地呢就是那种非常的水润 然后很容易吸收到皮肤里面 然后也不会给你的皮肤那种很惨白惨白的那种 假白的那种感觉 所以呢我真是非常推荐这个防晒 另外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那个生日嘛 所以这个是那个生日送的礼物 它是可以二选一的 我选的就是by beauty的一个套装 它里面有三样东西 还有一个他们的那个润唇膏 那个我已经用完了 另外两个呢就是一个是他们这个唇膏笔 这个呢它大家看到它这个头啊非常的尖 对的你把它当成唇线笔来用也可以 嗯就是它非常好操作 我现在看到啊 它跟我的这个NARS的那个Doomy Baby 非常的像这个颜色 我看这个是色号是什么 它这个色号叫Glaze 非常非常的像 这个Doomy Baby呢比它要颜色稍微再深一点 啊但是我现在有点后悔买那个Doomy Baby了 我可能会去把它退掉 然后这个呢是这个唇膏 也是一个小样叫Chai 我看这个颜色啊 它们三个真的是太像了 所以我可能会把那个Doomy Baby拿回去退掉 所以大家也可以感觉到我最近的喜好啊 都是类似于这种颜色 OK以上呢就是我最近购入的一些彩妆产品的购物分享 东西不是太多啊 但是我发誓我以后还会加紧给大家做一些更有趣 更好看的内容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期待 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呢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多多的点赞转发 订阅我的频道 加我的微博 在微博上过互动沟通 那我们这次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